非常常见的就是我刚刚说的Tope S 就是止步平衡推杆 什么叫止步平衡推杆 就你看到这个止步啊是比较重的 在这个有支点的情况下 然后杆头没有承受这个任何重力的时候 就是这个样子的 它杆头是朝下的 这是止步平衡推杆 OK那我们先看啊 这两只 Bedinari跟这一只Indy的推杆的这个角度 其实还是有一点不一样的啊 那这是我们最常见的 这我们一般来说 我们可以看到几种啊 一种就是我们说的二分之一的平衡 就是像这样子的 杆头是完全朝下的 OK然后这个四分之三的 四分之三的对 然后呢还有四分之一的 就是一点点的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说Face Balance 好那我们说Face Balance的话 就是一般是这样子 小乌龟的设计会有Face Balance 像这样子杆面是朝上的 OK 那还有一种比较特别的 像这样子的 Toe Up的 这种是比较特别 这种是比较少见的 也有这样的推杆 算不多 还有一种就是 叫Edeal Edeal有出一款是这个样子 还有一款是这个样子的 就完全反过来的 那这种特殊的我们不讲 我们先讲我们平常常见的这七款 一款就是我们说Face Balance 一款就是我们说这个Toe Balance 那Toe Balance刚才也说了嘛 就大概有四种不同的这个角度 那每一家厂牌设计都会有一点点不一样 有的可能是这样子多一点 或这样多一点都会有一些差异 那我们来讲 Toe Balance的差异在哪 跟Face Balance差异在哪 首先Toe Balance因为它的指部重量比较大 我们在推球的过程中 它会有一个所谓的惯性转动 那么这个惯性转动会导致干面容易关闭 所以为什么我们推杆用一致推杆 常见的Blade这种推杆 我们需要去做一个Arc推击 就说不能是直上直下 直上直下必定会是关闭的 OK